各位晚安 我想來半天 我不曉得今天要跟各位講什麼工具 就是畫畫的工具 那最普遍的工具就是畫架 那畫架大家都看到 這個畫架其實是蠻貴的 因為它叫做 它這個叫做SOTEC的EZO 在海外賣大概是500多塊美金 你如果上Amazon或者Ebay你也是買得到 但是我們的稅金就1萬多塊 那它有幾層方式 就是可以放一些顏料 那它一直強調的 這個畫架是非常堅固 這個畫架的腳很容易收 平均大概30秒內 你就可以把腳收完 然後做成一個小小的箱子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種 像那種簡單的畫架 那如果你們看到了 大部分都在畫室裡面 一般如果你們去畫室畫畫 它會提供這樣的畫架 還有一個就是像這樣類似的 這樣的畫架 這樣的畫架是 我在不曉得是廣州還是上海買的 那也壞了好幾個了 後來我只把它當作一個儲藏用的平台 放的一些我常用的工具 所以畫架如果依據你想做畫的一個習慣 應該還有更大的 你可以畫比這個大很多的 像100號或者是像牆壁整片牆壁要畫的 那時候呢你可能需要升降 那我可能再過幾個禮拜也會有一個那樣的畫架 那這樣的畫架呢你就可以畫大一點的 那一開始初學最好就是一個簡單的 像那樣的小的畫架或這樣的畫架 甚至呢你只是要一個箱子 那我幫那個吳老師打個廣告 他有一個那種小畫箱 這個也是很不錯的我也買了一個 你們就可以放桌上連腳架 你不一定要先買就像這樣子小小的 那女孩子提出去也很方便 你就放在我們餐廳 有那種黑色的布你就放上去 就不會刮到那個餐桌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開始畫 裡面就所有的東西都齊了 那也不佔空間 這就是我們前兩天講的顏料 畫筆畫刀再來是畫架 任何一個東西如果你真的想熟悉它 歡迎各位到餐廳 你們可以看各式各樣的這個 八仙過海的工具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去選擇你最適合你的組合 那你就可以開始動工了 來享受每天快樂的這種畫畫的想 這個感受 好這是第二節 我們往後的影片都是這樣 一二節你都可以跳過 假如你覺得你真正只是要學畫畫的技巧 或者是實際上你要看過程 就從第三節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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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